8号下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为解封之后 包括了中央所管辖的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也进行相关为解封之后 松绑防疫措施让民众在两个月的防疫期间 无法进入户外休闲的管制措施也都一一松绑了 让民众有更安全的见习休闲地点 将近两个月的三级防疫中央疫情防疫中心终于在8号下午宣布为解封 让民众可以在12号之后进入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等户外空间 不过还是要保持人与人的社交距离以及戴好口罩 所以我们辖内的十南国家森林游乐区 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跟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的户外空间会开放 但是室内的比如像游客中心跟展示教育馆 这个部分是不开放的 那另外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 它也会提供住宿跟餐饮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会依照交通部观光局的管理措施来办理 那这些森林娱乐场域 我们都会实施一个游客人数管制 路员人数会降载为原来承载量的事成 那路员的游客呢 他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并且遵守我们的一些防疫措施 包括要避免群聚 然后也要维持一个社交距离 那另外也要呼吁游客要多使用一些电子门票 跟行动支付 来减少跟我们一些人的接触的一个收付款的方式 花联领馆区也配合指挥中心宣布7月13号有条件松绑户外场域 让辖内的多个户外园区提供民众得以进入 但是室内空间游客中心展示教育馆都不开放 还是呼吁民众进入园区的游客全程必须戴上口罩 遵照防疫措施包括避免群聚 维持社交距离等规定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